家常凉拌菜我指服这个做法,一周吃五次都嫌少,脆嫩爽口又开胃,下面跟随视频一起看看吧。 半个洋葱切成片,用干净的双手抖成丝,加入一勺白糖,继续抓拌均匀,白糖能去除洋葱的辛辣味,还能让洋葱的口感更加清甜。 先放一旁备用,洗净的黄瓜用刀拍一拍,然后切成小段,拍过的黄瓜更加入味好吃,一片红椒切成小条,锅中水开倒入木耳和腐竹,断生后控水捞出,这时候洋葱已经腌好了,倒入适量的清水洗一下,木耳腐竹,黄瓜段,香菜,花生米,红椒,凉拌菜好吃的关键,就是这个凉拌汁, 口味已经被大厨提前调好了,我们只管放就可以了,最后装入盘中美味继承,凉拌菜学会这样做色香味俱全,清脆爽口又解腻,看着就通口水了,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。